大家好,5月27日星期一,在影片中先说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今天出街应该会更早一点,我录的时候是下午12点10分 一来,今早上没有什么新闻,只有几宗可以放进去 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突然间我拍档在加拿大回来香港 星期六找我,约了今晚就出去吃火锅 所以今天要快点录了,待会有收费节目又要录 他应该是回来要处理一些事情,在多伦多回来 其实他应该是回来一个星期左右 今个星期可能稍后他也离开了 中间他曾经叫过我去加拿大 你过来吧,我全部包了你,以后你只出机票,什么都不用出 但那时候应该是冬天,我说不要搞,冷到妈妈都不认得 他应该是有些比较紧急的事情要回来处理 今晚我见到他才会讨论几个小时,只是我们两个 其实是想叫朋友的,但怎么说呢 始终那些朋友,即我们共同的朋友其实不多 不多的,那些朋友我在香港经常都见 他主要回来都是想见我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料,见完之后就和大家说 这就是第二样东西 第三样东西就是有读者想我说关于老花镜 我便免得在这里说 因为有些读者可能颇为年轻 我可以说的,但好像对你都关系不大 所以我就录在patreon里面 即是说明早上的patreon会出现 大家如果已经加入了,明早上8点就会听到 三件事先和大家说 大家看到我们的封面 其实很多香港人或是在英国的香港人会很失望 因为这个英国香港经贸办的间谍案 在公园身亡的Matthew,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星期五晚 星期五晚公布了,英国的警方公布了 Matthew的死因是无可疑,是这么多 即是无可疑是自杀,无可疑是被人杀 无可疑是被人杀,无可疑是被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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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可疑是自杀也可以 大家觉得,为什么英国警方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说他的死因是无可疑呢? 原因我觉得很简单,英国国会在今个月底解散了 然后7月4日大选 其实大家都明白,稍后我们会说 基本上现在保守党是在输的 99%是在输的,除非有其职 所以问题,这群人走了 大家想想现在在台上的这群人 其实都是什么人呢? Sunek是什么人? Sunek的太太是什么人? Sunek现在在英国政坛里面 围着他的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投行出身的 都是投行出身的 稍后我们会讲详细一点 所以香港人或者在英国的香港人 其实这次相当失望 换言之,这个案子不会由Sunek 99%是不会由这一届政府去处理 那就会由下一届政府去处理 那会怎样呢? 有时正义未必伸张到 即是未必即时 即是未必即刻 但可能都会迟到 但有时有些事情迟到没有意义 大家要明白一样东西 很多大家听到一句名句 就是正义会迟到但不缺席 但有时迟到没有意义 你迟了三十年就没有什么作为 只有个字字 对不对? 其实有时正义是否真的伸张到 未必的 有很多东西都是看天 这个大家要明白天道是这样的 稍后我们会讲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后备时视频到Patreon 年纪下来是6美元一个月 先说我们的成绩 稍后再说个港股 也是在片头说的 鑽石狗组合创新高 221% 美银是104% 跌了1% 另外美银有另一个组合 50万美金投资仓也是创新高 127% 时间一样都是五年左右 升值127% 有读者问一问港股 早上的港股收了市 现在升56点 今早上的港股是很厉害的 升 接着跌 接着又升几十点 相当低的成交 681亿 现在的行则是收18,665 你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甚至我有听到有些很出名 最近和谁说要分手的 很厉害的 他们的预计 恒指跌到18,000点 接着会一直升到20,000点 然后再跌 这么曲折的故事 都想得出 他想得出不要紧 还会有人相信 对不对 就是不要玩了 大佬 之前很多 有一个technical的字 叫做假跌穿 就是说我假装一假装 跌穿18,500 接着就一直升到20,000点 这样也被你想到 你相信这些去买股票 你会死得很惨 有很多读者 虽然大家看到 鑽石狗也有创新高 2021年到现在 两年多之后 再创新高 有些组合也创新高 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说这些论调 有没有人相信 有人相信 其实是有人相信的 那值得你输 这么狠狠的东西你也相信 好像玩魔术 做一个假跌穿 接着就再升到20,000点 接着就见顶了 香港是有人相信的 那你就会糟糕 对不对 我最多告诉你 就是我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 你问过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背后的庄家 我谁知道 总而言之 我就stay away from 港股 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大家看到 英国的警方说 死因无可疑 那 无可疑 最早期就是什么 uncertain unexpanded death 一般来说 很少用这些字眼 unexpanded 不知怎样死 你又不知怎样死 那现在 厌过尸之后 死因无可疑 死因无可疑 没有可疑很多种 肯定是他杀的 死因就是无可疑 肯定是自杀的 死因也是无可疑 那是怎样呢 就是说给你听 交给下一任的政府去做 最简单 是吧 有时你想着一定伸张到正义 英国佬 英国佬是很缩骨的 你记住 英国佬 英国佬是这样的 特别是现在你见到这些 typical的 玩政治的人 他就玩到这样 你见到现在他是 美国佬做什么 我做什么 美国佬不做什么 我就不做什么 是这样的 现在你见到马克龙也是 德国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德国不做什么 我就不做什么 是这样的 现在你见到 为什么美国佬这么厉害呢 因为美国佬 你见到美国的经济 不过不失 简单说句 好呢就不是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英国或者德国 这一堆 你经济没有五到十年 你都回不了身的 无论你怎么改朝换代也好 一日之间是 就是罗马不会做出来的 那中国香港更加不用说了 你资金还在流走 那待会我们会说多一点 所以大家 政治就是 后面的东西比较脏 是吧 那当然我们这么多年人 我们都知道 你现在如果真是指议你 欧盟或者英国去打击中共 或者俄罗斯 老早就死了 是啊 你说美国做得好不好 都不好 起码他有做 他已经做得最多了 但是做得好不好 不好 那么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拜登 好了 现在你看看 立刻后面那群人 见到你拜登这么缩骨 八月就加你关税 是的 補非的后面 后面有些人在拜登后面補非的 大家看到吗 就是拜登 哦 那明年才开始 不行 现在八月就加你关税 一年 即是现在就拿权益 你要问我拿 批不批我们不知道 但是明年五月尾就没有 就是你看到拜登有很多东西 左避右避 希望自己可以选到 但是美国后面 那些人都在補非 立刻查你互联网 如果不是国家安全 我就禁止你 这样欧洲才有些人去跟 如果你没有美国带头的话 中共现在很厉害 真的没有美国带头的话 中共现在很厉害 就是哪里有说 过去 就是我们也说过 今年和明年 今年和明年 香港经济会差 但是相对平静 很多人都以为 立了这个二十三条 香港会很乱 那其实我在 今年年头已经说过了 今年 明年 香港经济会差 但是相对稳定 经济差是肯定的 中国也是 不争的事实 就是它只会向下沉溢 但是去到2026、2027 香港有很大的震荡 中国有更大的震荡 可能全球局势会升温很快 好 什么时候香港才会比较平静 起码去到2028、2029 接着香港可能在底部有很长时间 一会我们进去讲台湾的时候 我们也会讲台湾的 有些YouTuber说 糟了 现在通过了藐视 藐视国会罪 这个台积电就要倒闭 这个不太明白法律架构是什么 也不明白香港为什么搞到今天这样 为什么香港搞到今天这样 是有一个原因 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 待会我们讲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会讲一下 说回一些新闻 刚刚过了星期六 在尖沙咀海滨 尖沙咀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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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千架无人机 大家看到的螢光幕 叫做叮哀咚 多拉卡蒙 大虹 那些頭像 你问我有什么用 我都不知有什么用 说15分钟 很多都是内地的 说 喂 你只有10分钟 你跟着就买广告,因为赞助商就是保证保险,少了三分一 广告不计,如果你一来就说15分钟,实际剩10分钟 二来再扣广告,只剩那几分钟 对香港浪费钱,我不觉得对香港有什么帮助 没坏的,钱也是这样浪费的 这个已经被人报道了,袁榮江为什么有些平台下架呢? 原因是我们特区政府四围就这样告诉人 我们出了禁制令,你们要把袁榮江归香港下架 被网民发现在Apple Music的iTune和Spotify音乐串流平台里 这里已经找不到袁榮江归香港了 没说完,听完我说下去 YouTube上的袁榮江影片已无法浏览 指有关内容遭到法令,法庭的禁制令所禁止 这是《星岛日报》前两天的报道 事实是如何呢? 事实是当我在YouTube打入袁榮江归香港的时候 我仍然看到相当多的袁榮江归香港 我仍然看到很多 有些网民复制了,放了上去 你还会看到十多二十条 好了,现在这个独媒翻查了很多音乐平台 例如Apple Music、iTune、KKBOX、Jobox、Spotify、YouTube等等 但其实他说这个是不说得全部的 为什么呢?如果你用VPN 第一,我没有用iTune、KBOX、Spotify 所以我不知道 但在YouTube仍然可以找到和听到袁榮江归香港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用VPN Google会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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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大家看到所有所有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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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搜索不到的,但当你用VPN的时候,你就可以搜索完的 我估计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第一件事,你在YouTube,根本上你还是找到的 第二,你如果不是香港,我刚才看完,是多到你看不完的 我就这样搜索下去,起码有三四十个,在用VPN看YouTube,起码有三四十个 甚至有两三个是说明,愿名刚归香港,是香港国歌这样搜索 所以你共产党做的事情是不是随负放屁呢?是没什么意义的 只不过是屏蔽了link,现在VPN都不用钱的,基本上 VPN是不用钱的,Google就是用VPN,有些VPN是过不了的 但我用第二个bowser,全部YouTube看到了 所有,它说是禁闭的,在YouTube里面全部看完所有的愿名刚归香港 所以我不知道共产党做这些做什么,根本是没意义的 这是没有原谅的,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我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 这个特首李家超都会宣布的,8月1号的垃圾征费,无限期押后 另外,现在所说的走数,也不知是什么来的 走数变成怪胎,有一个宽限期的宽限期就不知宽限到什么时候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它应该是不做的 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只不过说过一句,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其实它推出的时机是有问题的 它推出的时机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当时习主席是不想你搞那么多事情 我都说过,这两年里面,香港的经济会差,但不会出什么大事 即使你现在看到,走过二十三条 它很简单,没钱就没大事 没钱就没大建议 你搞这些,其实垃圾征费在国家来说 根本不重视这件事 是吧? 借钱还要退休的了 基本上,要退休的了 即是它搞了这段时间之后 可以非常显示出这个人是无能的 它搞了几十年环保 你看它搞了一批闪搞出来 如果你说搞出来很好看的 市民都支持的 可能上面就不会说那么多事情 但你看到现在搞出来一批市 这样 经济已经这么差了 所以 我想,借展环也要走 他就不会道歉 他没有东西说的 为什么搞了那么多事情,又先行先事 都用了很多扰闻 简单说的 但你看到他又不会出来 即是谁教你这么做呢? 没有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做 没有人知道 李家超又不去想 为什么你怎么想出来呢? 这个人做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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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浪费了 香港那么多人去讨论的问题 即是 特别你一见到的走数 根本都不支持什么 走到一半 有些又不执法 有些又执法 不执法又可以 先行先事 即是 那怎么呢? 即是 为什么推出一些法例 这么草率 这么随奇 那又没有人去监管他 又没有人去监管他 即是他好像乱交那样 不行 算了 就收皮 即是你扰闻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昨日的东方 我们已经说了很久 一个月前都已经说了 根本上 你看到 看势是不会搞的 这些什么回收 你看到 他又不会再搞 那些所谓的回收 配套 他又不会再做 是的 即是我们也说了 喂 你就是回收 recycling 那些 你不够的 咦? 他不搞就当没有了 对不对 即是我们不是 我不是不支持 环保我支持的 但你这样做 没有环保到 对不对 那是不是完结了 他完了 他就不搞了 即是现在搞什么配套 即是陆在区区 他又不搞 他就停了 即是你看到 政府做事是这样做的 那你哪里可以搞 是吧 你花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 做了这么多东西 在这半年里面 收光不敢 所有用的钱 白费了 即是都没有人去想 香港根本没有人才 香港很简单说 香港很简单说 根本没有人才 这些只是剪环 这些旧电池 老早要换的 在特区政府 因为我们说的那些议员 全部只会脱水 要么是旧电池 要么是没有用的 要么是有用的 他不会请 聪明的人 是用不了在体制里面 你越狠狠就越好 你越狠狠越白痴越好 你越聪明的人 他越不会请你 就是这样了 一说有机会取消 这个01就立即说出来 不少居民反映妖民 有些就说收费太贵 这些我们说了很多次 就不重复了 估计就不搞了 不搞 香港也不会再向前搞什么环保的东西 简单说 就是搞了水 沖了水 沖了水 沖了流量 没有分别 你现在和破坏家驱 那条光头仔没有分别 先沖一沖流量 沖不到 不搞了 就是这样 是吧 这种环保应该要搞的 其实是 你继续走这条路 然后慢慢增加有个蓝图 增加那个陆在区区的试点 回收 recycling 这些香港做的话 其实是可以搞的 就是两三年后 你由现在开始 develop 有个蓝图出来的话 其实是怎么样 是可以搞的 是可以搞的 不搞了 等退休了 没有的了 你看到邪子环那些 这些人是要收皮的 你看到那些人是要收皮的 你看到那款是 香港不是就是这样的 政策就是这样的款 七成市民就不支持了 接着四成就各自 现在应该就是各自了 只不过等李家超 或者谢展环 出来就说 我们暂时不做了 他一定会说 不是失败 不是失败 是暂缓 什么时候做 不知道 那就是没有了 就是不提 就是大家发不发现 很多东西特区政府 不提就是没有 政府一定是这样的 明是大婴 咦 没有提了 那就是没有了 没有提就是没有了 一带一路 不提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 大家记得 六八九的时候 吵吵吵吵 一个 speech 说了几十个一带一路 以前777 由头几年 天天走出来说一国两制 现在不提就是没有了 不提一国两制 就是没有了一国两制 不提老董开始 不提八万五就是没有了 是的 现在不提一国两制 就是没有了 现在不提一国两制 就是没有了 现在不提一国两制 在中间突然不提垃圾经费 就是没有了 是的 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不提二十三条 就是不执行 是这样的 你这个政府是这样 没得做的 你都没有蓝图 没有布图 是吧 抽起这条根就做 或者最紧要出粮 就像我们现在一帮立法会尊贵的议员 最紧要加工 因为我知道下一届我可以做 下一届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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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会说加工 下一届我可以做的时候 加工 是吧 最紧要是这样 就是这么多 这个就有报道 好了 顺手说一说 是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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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去大嶼山屋住 他本身村民很少 以往有些外奴 就偷了他去租的单位很便宜 好像说以前是广东的OK的 广东的外奴就OK 现在那些就变成了四川的外奴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五月初有一宗不是伤人 只是有一个死人的案件 所以就爆了出来 五月初发生命案和爆竊案 村民说另一就进去了 他在大嶼山的芝麻湾 澄碧村 之前就有一百个广东的外奴是OK的 大家文化相近 但是最近一年就有两百个 大家都明白的 为什么外奴住在那里呢? 一来便宜 这个最重要 二来是怎样? 二来不想你进到香港市区 搞到市区的文化 那便逢了他进去澄碧村里面 那便死了 在里面有爆竊 叫枪 撤东西 偷东西 打劫之类之类的 甚至在今个月初就有命案 爆竊案 所以那些村民就很害怕 有些法团就说 你那间外奴公司 走啊 你不要进来 搞到很麻烦 那01进过去 看到也挺麻烦 譬如说租了一个单位 29个单位住了188人 甚至一间房里面有12个床位 放了5个床床 通常都是这样的 这些香港劏房 他这样便好 香港的劏房更差 没办法的 现在香港的治安是越来越差 大家看到 去到哪里就是这样 内地这班他去到哪里就是这样 教育程度很低 是的 教育程度很低 工人 基本上是一些中介的遥前书 你可能找到几千元一个月 他在国内没有公开 差不多 那变成了中介的遥前书 一会儿我们说港大 港大 中大 我的母校理大应该都不例外 我已经做了PATREON 其实 很悲哀 你看到香港的大学学库变成这样 很悲哀 就是沉沉得很快 根本上就是 就是内地化 整个香港就是内地化 那一会儿我们 第二节的时候 说到 会详细地和大家说 那就是在昨日 前日有一宗 神雕合里 现在叫神雕合里 可白和 新河泰 细河泰 有一宗星岛的新闻 5月26日 细河泰就说 他一晚五次 他说的五次可能是阿耶尿 那你不要误会 他说的一晚五次可能是阿耶尿 因为通常那个前列线 男性 他被那个男性 荷尔蒙攻击 那么前列线会比较肿 就逼着那个尿管 所以我相信 不过是阿耶尿 女性没有前列线就没有了 所以他说的一晚五次 就可能是阿耶尿 也不奇怪 还当众咀唤 通常有些东西你要学金田一 他说的这两样东西未必是连在一起 咀唤你就会连想到那样东西 但可能他说的是完全两样东西 内地人一般来说是很夸张的 即是说哎呀 如果我拿到四百五十万 那我将他 即是他现在做好似说就快做这个大货直播 是吧 那么就 将四百五十万变成四千五百万 五亿五十个亿 这样 接着目标就稳够一万亿 这样 这些都是一些很夸张的 即是很夸张的 讲话 内地人是这样的 内地人是这样的 我们认识得内地人多 大部分都是这样讲话的 即是个党多厉害 国家多厉害 我们要报效国家 要爱国 各样东西都将国家放在嘴上 是的 我在二零零几年回去 那里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哪里了 少庆 内地的少庆 有间厂 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当时那个厂头姓夏的 夏天的那一刻 他一开口 开口卖口都是国家的 即是说这样做对国家好不好 但其实他是忠于党 他不是忠于国家 他以为他忠于国家 其实他只不过忠于党 内地人 每个都讲得很大 就是变了多少钱 变了多少钱 刚刚我看着 现在李廉杰的那本书 就是李廉杰 尋找李廉杰 挺好看的 这本书 几十元 说到这个李廉杰 做这个一基金 李廉杰信佛很多年 说到他做一基金 中断的时候 在一个场合里面 认识了一个富豪 一个富豪 那个富豪就说 你几时几日 来杭州 我给你三个小时 教你李廉杰 怎样做基金 怎样行 那是谁 那就是马云 当时的马云 我没有记错他说的是 201 2017年左右 2011 总之是一几年 大概是一几年 好像很厉害 那时候马云是 哇 多厉害 自己是赚多少钱 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得到他的钱 那现在马云就做乞业 你看马云现在一句话也说不到 一句话也说不到 现在马云一句话也说不到 所以内地人说话 你可以这么说 信一成 你都相目失明 真的 是啊 你看说到很厉害的 我做带货直播 两个小时就代一万元货金 这些你信一成都相目失明 总之你做回你自己要做的东西 这些你就当看笑话就算了 你比马云更厉害 你看看马云现在 当时你看回李廉杰那本书 马云是教他怎样做基金 你看看马云现在做乞业 是吧 为什么马云现在做乞业 你做到的成就是党给你的 不是你的能力做出来的 他现在就知道 是吧 现在他想说一句话也很难 说当时马云 马化腾 曼科 恒大许家印 意气风法 我的钱多到现在就全部做乞业 是吧 我都说最能力就是那个 最能力就是这个柴头贾若亭 你不要管 我带着那美女老婆 拿5亿 他5亿而已 拿了5亿美金 去了美国 我彩你也有味 你就吵架我了 是不是才对 是他做得早 不过全身而退 潘石屹就好像个儿子走不了 我记得 你现在的碧桂园 那些就全部做乞业 是吧 即是你这些内地人那些 那些你听一下就好了 那些你不要当真 也不要融入他们的价值观 否则你会死的 是的 你会死的 那我们卖一点点广告 上个星期放了文章 今个星期就不放了 大家如果要订阅这个 youtube投资笔记 或者是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那大家就订六月份 也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weekly 我的连结就在下面 这个就对香港是更加不利的 在昨日我们 我记得前一两个月 地产小专家已经说过了 广东城制四条线 即是说惠州 东莞 广州 广州 佛山 和兆庆 五个市 四条线 在昨日就开通了 简单说一句 对香港更不利 因为为什么呢 我自己是惠州 东莞 佛山 和兆庆 我都去过 去得最多当然是东莞 惠州 当然去过 佛山 我都去过 兆庆 我都去过 但是兆庆是很多年前的 我估计 我记忆中最远应该是兆庆 当时九几年你在广州 即是深圳发车去兆庆 不是上海那边的兆庆 是广州的兆庆 大约是三小时了 当年九几年 我想现在 他们全部都是深圳北转车的 大家可以纠正我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是在深圳北转车 我估计你现在搭地铁再转 你去深圳去兆庆 怎样都要一个多小时 搭地铁怎样都要 我想过半小时 如果你去东莞 大约是香港直通 去虎门 虎门也是东莞 大约是九个字 开车到就是九个字 如果你在广州转地铁 我估计要一个小时多一点 或者一个小时03个字 所以你在深圳去兆庆 多快都好 在深圳 我估计都要过半小时 我估计 佛山如果开车 开车在虎门去佛山 我去过几次 当然不是我老板铁 我老板累了 找个司机 在南国铁持我们 一般来说 在虎门持去佛山 大约是一小时 一小时 二十五分钟左右 所以如果你在深圳发车去佛山 可能都要过半小时 差不多 佛山很多食物 但是看他停的什么站,佛山可以吃狗肉,猫、果子梨等很多 那些狗肉节,但是我没有去的,我这些是一般的 其实他越开通对香港越不利,如果你早一点,比如你神这么早,在深圳过关的话 可能你11点左右就已经到佛山了,是的,有机会到的 当然看你佛山那边,佛山很大的,少庆更加大,或者到东莞 东莞乘搭大巴差不多,火车站一出那个,通常都是一小时 上车算83元,一小时二十多分钟就到黄河,黄河商业城那里 但是现在地铁当然更加方便,这样的话其实对香港更加不利 为什么呢?如果你深圳说便宜的话,其实你越北上这些区越便宜 是的,越北上越便宜 譬如你说佛山是便宜的,当然你看不到王飞鸿了 当然你看不到王飞鸿了,佛山也便宜的很多地方 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厂,我们以前也有一家厂在佛山那里 东莞、维州就不用说了,很多香港人的乡下就是维州 亦都方便很多香港人去买楼,便宜到震,我估计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越方便,对香港是越不利的 这个我们没办法,因为你的政策是这样的 那么香港under中国就没办法 对吧? 好了,我们快快说回香港伦敦益经贸办的间谍案 刚才我们在片头已经说了 死因无可疑,或者最开始说的unexpended death 不知为什么他死,突然间厌了死后就说死因无可疑 究竟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呢?不知道 他只不过是死因无可疑 他没有说他是自杀还是他杀,他只不过是死因无可疑 我就重新再高辅一次另一个报道 没有说到是自杀还是被人谋杀 他只不过是警方说死因无可疑 没有说到 好了,问题就是很多是英国的香港人 甚至是香港的香港人 一定以为英国会秉公办理 我想这次大家有点失望 为什么呢?因为SUNEC,即新委成 已经宣布了的就是30日 还有几天,今个月,国会就解散了 提前半年7月4日举行大选 为什么要提前半年7月4日举行大选呢? 其实很多英国的政治学者 已经在怀疑英国的经济正在恶化 我们在英文台报导过 连续两季的零售都是倒退 连续两个quarter都是倒退 他应该看到数字 知道是没得救的 不如在经济真是转差 很明显地转差的时候 他知道一定输的 即SUNEC是知道一定输的 大家看到 现在工党的支持度 是多于他20个百分点 你不要说20个百分点 7至8个百分点都很多 即是如果正常的选举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出现 选举之后应该就改造半代 由工党上 大家都明白 SUNEC是投行出身的 他太太是Info System的太子女 Info System是欧洲一间很厉害的IT公司 大家应该知道 简单说句 他就说 在新卫城来说 我现在无谓挖这趟混帅 因为无论怎样都好 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地方 你不要管14亿还是13亿不重要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印度来说 他们已经是狼中之物 他们本身是印度人 但是谁也不会放弃一个十几亿人的市场 大家要明白 很多现在德国 英国 甚至美国 他们对中国是没有死心的 等于大家如果记得 当年日本 经济坏了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估计日本 会在五六年之后可以回到身 大家可以看回纪录 九几年的时候 一些人会觉得 日本在五年十年内 就会回到身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一崛起 所有单子都收回到中国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令到日本最少未必失落三十年 但失落二十年是一定的 是梗局来的 是这几年才好些 所以现在来说 还有很多人认为 中国是可以 特别是改朝换代 可以走出困境 最多是衰几年 明白吗 所以这些这样的商家佬 包括现在在在潮里面的人 他们会觉得 我无需 我无需 为了一个这样的经贸办 去得罪中国 大家要明白 孙力如果下台之后 他就做回头行 对不对 这是他老本行 这些人都不会得罪中国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件事 我无需得罪中国 我解散了国会 然后输了之后 我就照够和中国做生意 你工党自己搞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正义 不正义 大家不要搞错 生意人 眼睛就是S 人生很怪 当你经历过生死 或者大病的时候 你就知道其实最 怎么说 最有价值的东西 你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你已经有了 你有了 不你不知道 人生是这样很怪的 你去追求那件事 其实那件事 你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你已经有了 不过你去追求一些 人很怪的 你真正要的东西很少 但是你想要的东西很多 你真正要的东西已经有了 没有空气你就死了 但是你有了 没有水你就死了 但是你有了 没有饭吃你就死了 但是你有了 但是你想要的东西很多 你真的要的东西很少 但是你想要的东西很多 人就是这样 直至到你经历生死 或者大病 你就会觉得原来有些是有的 那当然 新卫城还没有 新卫城这么年轻 他有没有40岁好像没有 他好像上的时候 都是37、8度 没有40岁 他太太我不知道 所以问题就是 大家不要以为 真的英国佬是这么正义 没有的 美国如果不是后面那帮 深层政府 一定要打击中共的话 中共今天还要没有洋威 我说的这句 中共今天还要没有洋威 你想想当时国安法多厉害 你看林郑彩也有味 对不对 那么多人还投资香港 那么多人还投资中国 我怎么会退 就是天天讲国安法 那帮议员最重要是说得多 说得多就上位 你看今天 走过23条 说都没有人敢说 你们不要再说了 现在你看到大病强收拾一声 为什么 经济倒了 是吧 你要他们真的对中国死心 你真的要多走一段时间 如果中国现在的情况 一路差下去 差多几年 那些人就会开始对日本 好像没得够了 好像没得够了 我等十年 都等够了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觉得 2023年 去年 中国会弹起 因为有疫情 现在只不过是一年 你真的要他多差四五年 很多人才会慢慢死心 那么当然了 跟着几年之后 这个印度应该会上到的 金融的就是日本 现在只不过是等日本的货币 就是走回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变成了三个地方 就是美国 跟着这个日本 然后印度 三个地方 是金融会最好的 我告诉你 英国 德国 法国 甚至整个欧盟 没有五至十年 都不会改革到 甚至 如果还是这些刺头 我想它不知弱多久 不知弱多久 就是这样 根据报道 另外 卫sir 和卫sir 他们明年二月 正式聆讯 明年二月的 老实说 你初审没有 就是认不认罪 不认罪 那就行 明年二月正式聆讯 第一 明年二月的 因为这是国安法 这是国安法 这是国安法 所以 如果正常 就会变成工党 主席国会 一般来说 平常 不要挑战我 一般来说 由工党主席国会 变成了 到时不关新委成政府 不关保守党事 已经是 在美国也是 很多 一落台 就重回商 写自转 做生意 之类 这时候 放弃中国市场 是不会的 但是如果工党又是这样做的话 那就会变成证据不足 是啊 他都会告到他的 但是就 鸡毛蒜皮 就是你搜集资料 找人跟踪 但是如果你真的找到Matthew被杀 滅口的原因的话 可能官判的完全不同 但是现在看下这一任的政府 就不会了 如果在证据不足之下 可能就 譴责一下你这样 是啊 譴责一下你这样 但是 是不是真的会关闭 香港伦敦经贸办 就未至于 其实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 可能这件事变成不了了之 但是当然政治我们不知道 可能到时 就是工党很强硬 都不出奇 不知道啊 这个我们估计 那跟着 右边这个更加奇怪 就说它是 冻结了这个 Monica Kong 应该是吧 Monica Kong 1.7亿港元的资产 我想问一下 现在那个 Monica Kong的资产 怎么会还在香港呢 如果在香港老祖没有了 对不对 我觉得 可能它只不过是宣布 资产 资产老祖已经走了 即是离开了香港 你想想一下 Monica Kong 有没有这么狠狠 喂 她的钱还在香港 但是人们走到英国呢 是不是真的 转不到钱呢 除非只有这个原因 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1.7亿港元是什么 是黑钱来的 即是洗钱出去的 是洗钱 即是那个甜甜 或者周甜甜 Tinner Chow 其实就是白手套 会不会是想把钱洗出去 但是被人截了呢 不出奇 有这个机会 但是她的人就走了 但如果不是 叫什么还钱呢 如果那些钱还在香港 是吧 所以 我觉得 就是非常奇怪 他做这件事 接着我们就要讲讲台湾 现在的三毒 即是两个 一个就是藐视国会罪 第一个这个 藐视国会罪 我说出来也挺好笑 第二个就是花莲冬 花莲冬的2万亿新台币建设案 这两件事 现在就拼在明日5月28日 在这个台湾的立院三毒 如果三毒一投票就过了 有很多YouTuber 他们就会说 喂 过了台湾就死了 对不对 就是说 喂 如果他叫你台积电 你把那些秘密 全部都交出来 不然你就藐视国会罪 罚你 罚完你之后 我也觉得你交得不够 再罚 这个台积电 你便不明白这个司法制度 你就不明白这个司法制度 简单说一句 今次国民党和民众党 他会搞乱了台湾 但未至于伤到台湾 第一件事很简单 台湾是香港的三倍人口 即是两千三百多万人 这四年里非常简单 每次你有这些立法会开会 投票 我最少放五六千人 这些人就围咎你 好了 到重大事的时候 我就放两三万人 甚至十万人 民进党 或者台湾的人民 是做得到的 可以做到的 现在 只有五百警力 在维持秩序 而另一方面 为什么我会比较乐观 台湾一定乱 一定乱 但是其实这件事 乱完 乱完 乱这次之后 其实台湾 就正式可以 get rid of 这个国民党 这个乱对台湾 是有一个里程碑 即是台湾人民是必定要过的 很简单 当时的香港 在江泽民的时代 很多事都是桌底做的 那就没问题了 好了 但现在我们英明神武的习主席 就放了桌面 就做了乞业 中国就做了乞业 香港就做了乞业 好了 现在 韩国瑜 一直都是国民党 都是中共的狗 好了 现在他升华了 就做了成一征 即是狗征 好了 亦都给台湾人民看到 原来这班人真的买台 那四年之后 还会不会有人选国民党呢 会 会的 不过少很多 少很多 我相信现在韩国瑜 或者是阿文哲 那一班立委 出街吃饭 可能都要蒙面 甚至最好不要出街吃饭 因为分分钟会被人打 好了 第一样东西 四年后才算 现在台湾死了 未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是执法的 执法的 并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 香港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香港行政 行政长官 立法会 法官 甚至是执法的警队 海关都是什么 都是老共控制之下 最主要是什么 是执法的 和法庭 待会让大家看看 现在台湾的架构 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这是赖清德政府 今年的架构 总统 副总统 赖清德 赖清德 和萧美琴 然后总统府 和国家安全会议 国安都有一格在 下面分为123455个院 行政院 行政院下面是哪个呢 就是警队 执法部门 就是行政院下面的 行政院是哪个党的 民进党的 大家看到 我有个贴在里面 立法院 即是香港的立法会 是哪个握旗 现在是国民党握旗 国民党加民众党 就是最大党 就是说 总而言之 你说这个孙中山 是一个柴头 他投票都通过 是这样的 因为我大多数 所以现在他最紧要投票 为什么 投票我赢了 好了 立法院是否立法 大了呢 no 跟着 司法院 即是我们的法官 香港 即是法庭 你看到一二三个是无党籍的 你看到院长、副院长、秘书长都是什么 无党籍的 最少不是国民党 好了 接着有个考试院 是废的 就是所有大的考试 都是民进党的 好了 监察院有个这样的东西 台湾有个监察院 即是监察不同的部门 是不是跟着规矩去做 就是无党派和民主党 所以大家看到 法院 即是法官 无党派 好了 行政院 即是他下面的警队 是民进党的 那谁执法呢 那台湾有什么执法机构呢 台湾是成文法 什么叫成文法呢 即是你把法例 写下了 成为文字 放在立法院 那就是法律 叫成文法 成文法和普通法 普通法是跟案例的 但whatever 怎样都好 有时台湾的法院 未必跟成文法 都会无厘头用普通法 whatever 怎样都好 如果这个例子放在香港 香港法庭一样会跟 还有香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释法 是由人大作主的 好了 很简单 你说 假设过了 假设过了 这个 两万亿的话 其实就很大问题 就是两万亿 就会输送给老共 有些人会反对 之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你说藐视国会罪 就是说 喂 不是啊 我现在要告交你的台积电 是吧 你要把国家秘密交出来 好了 谁执行呢 你立法院不可以检控 对不对 那要谁告交他呢 你找个平民出来告交他 那这个法庭 就不是国民党 是无党派 对不对 好了 香港有个律政司 可以检控 但是台湾的司法部 是独立的 暂时看不到 是这个国民党的 也都看不到是民进党的 那你无端端告交他做什么 好了 我现在抓够你 藐视国会罪 那谁抓你 警察 好了 但是大家看到 警察 是under这个行政院的 好 台湾的执法机构 是有四个的 第一个 检测 检测机关 那当然 就不会是国民党的了 那接着海关 接着监狱 就是你要先进监狱 宪兵就是军队 但是他不是去打仗的 他是去执行军法 约束军人 那跟香港一样 都是什么 中华民国警察 但是警队是under行政院的 行政院是民进党的 那无端端这个警队会不会受理呢 哦 我现在要告够这个台积电 那你就要交那个商业秘密出来 那警队受不受理呢 法庭受不受理呢 他不受理嘛 其实香港一样而已 喂 如果你在美国英国台湾 你七二一八三一 老早抓了 现在问题是什么 就是警队他可以不受理 他可以不执法嘛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那么担心 但是台湾会乱 但是这个台湾的乱 是为了他未来 十年二十年的繁荣是做准备的 就是说 我们要kick off了这个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浮了上水面 有些人说不关中共事 那他后面不是中共是谁呢 难道是普京 他自己不会做这些东西 他们不会做这些东西 是的 所以台湾会乱 但是未必 未必会说整个台湾是送给中共 这个暂时不会 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 大家可以留你的意见出来 今天早上同一个时间 美国的众议院 跨党派就是共和保守 两党 由今天开始访问台湾五日 见賴清德 还有就是之前说要制裁 香港47人案 现在还未判 即是后面那班议员 检控官 即是香港政府官员 之如此类的共和党员 Yang Kim 一起同行 简单说一句 我认为是和这次有关 另外当然是他说了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印太地区的和平问题 大家也不需要那么担心 你看到共产党就军演了 跟着散水 根本就不敢动台湾 不敢动 也没有能力去动 我们都明白 我们说过很多次 你一动台湾的 第一是变密风斗 第二 所有共产党员的钱都没有了 总而言之一打仗 一动的话 中国就会有巨变 现在最大的问题 中国是什么呢 刚才我都说了 2026、2027 中国应该有很大的变化 是差的 是不好的 不是好的 大家想想一件事 现在根本是什么 没有接班人 个个就是出来争 不出奇的 只好像当时五胡乱华 三国时代 戒开几份 有什么不出奇的 你都没有接班人 你说胡春华还在 那谁还会当胡春华是呢 没有的 你团派已经收工了 已经是 这个我是担心的 香港就不会打仗的 不会中飞弹 不会打仗的 但是香港会乱 香港会乱 政局不稳定 直到我估计2019年近 香港应该是建底 建底去跟着 失落多少年呢 不知道 可能这些失落 起码十年计的 你现在疫情之后 今年上年才是第一年 今年九运才是第一年 今年九运才是第一年 那我们就说回香港的新闻 大家看到刑哥莫这个 就看到是立法会 立法会就检讨人工 当然不是检讨这一届 因为这一届 还有明年就戒满 即还有一年 现在很多议员就说要加薪 现在的人工已经很高了 现在有些议员就要求加两成 即是十万加到十二万 现在的议员月薪 就是十万零六千八百七十元 有些医疗津贴 一般来说会用尽的 三万七 约满酬金就是15% 有些议员应该知道 是不能做的 所以他们不会出声 譬如邪伟俊 这些 江玉宽都很难说 可能是不能做的 即是狄志愿 这些可能是不能做的 好了 出声的那些 应该知道自己是 可以继续连任的 后面有人 现在除了说他们要求加两成 人工之外 甚至就说 喂 我的议员助理很多离职 议员助理呢 为什么会离职呢 第一就是看人工 第二呢 人工就是看那个议员 请多少人的 第二当然 你越接近任期满了 那他为什么会离职呢 因为任期结束之后 如果这个议员不能做 那就是他不能做 是吧 现在的每名议员 可以获得每月平均是 17.1万政府撥款 以支付职员开支 简单说 你如果请4个 每个就是4万多 当然有些其他的支出 但你如果请8个 一个就只有2万元 那2万元的就过得少 对不对 你请3个的就有4万元 一个月 看你怎样分布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越接近那个 期限的话 越多人会离职 譬如说 你要达到大学毕业 又属于管理层的话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呢 因为大家都明白 现在香港的议员今天是无聊的 他是委任的 他是委任的 他委任是什么 他委任就是 只是他认识人 吃那些蛇齿饼 分分钟的助理 是他也不奇怪 现在是 到最后 你给3万元一个月 但还有一年 那我当然就走了 不才对 不奇怪 我在外面找到3万5元 我也走了 你自己肚满腸肥 你有议员年终的津贴 即任期满的津贴 但他没有 你想想 15% 你想想他10万元一个月 一年百多万 一年百多万 四年呢 五百多万的15% 即是他的议员酬金是接近70万 你有他没有 对不对 你有但他没有 对不对 那他就走了 所以正常 这些是 香港的钱就是这样用 我只能够说这句 90个立法会议员 就是做这些事情 齐齐举手 齐齐不举手 另外 你甚至香港做过足总的CEO 都200万 是否也没有做过足球 我们看到新闻 不懂的 谭秋朗 请辞 其在 他根本上完全没有足球 或体育相关工作的背景 只不过他热外运动 即是热外运动 可以做足总的CEO 200万年生 根本就不知他做过什么 现在就不知道什么问题 可能是蛇齿饼肿的问题 那就下班 麻烦你 找那个 就是 副总干事 顶住 这样 这个我们 心里有数 说了几次 就说 哎 香港是个国家 不过是小一点 这样 说错了两次 很快 我记得 我们 两个月前 是说过的 跟着呢 在上个星期四 传出说 因为私人理由 这位举重建立总会主席 叶永玉就辞职了 这样 这些都不会少人工 都是一年二百万以上 应该是 就是这样 主席 没有二百万 都是一百万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和国家说的主流不对的时候 你很快就会被辞职了 另外这个就是提的 香港的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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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将百分之五十 七十 现在是 七十个百分之的股份 卖给这个汉斯能源持有的回答 那汉斯能源本身就是国家的 即是说 现在承巴的老板就是我们的祖国 即是中国共产党 简单说句 现在香港的所有交通工具 都不再由香港私人持有 全部都是国家持有 即是他可以随时不让你乘地铁 随时不让你乘乘承巴 不让你乘狗巴 各样都可以不让你乘 甚至如果将来的中电 港灯 煤气 国家都进入的话 他随时可以断你的 他断你的 做什么呢 就是国家的 即是你变老賴 你变老賴 即是说 你老賴 他可以不让你电 可以的 他可以不让你 即是如果你用来做申请人 他可以这样做 现在香港慢慢就中国化了 即是如果你那些 我们叫什么 之前社运的那些 他可以不让你乘乘承巴 可以的 国家的 不让你乘乘承巴 不让你乘地铁 不让你乘乘小轮 你只有11号巴士都可以 是吧 这个其实我上个星期的patreon已经说了 大家看到现在香港大学的牙医学学院 那班学生还出来死撑 不是我们临床吗 2023年合格的 喂 别人的报告说你过去的十年都不合格 那就是他之前说的对 是吧 就是你起码过去的九年十年都不合格 那现在 就是这个问题 你见到现在的 港大是这样的 那香港的牙管会 又去到这样的 喂 你有个指引在那里 你如果培训 或者fieldwork是不合格的 是不可以毕业的 甚至要随名的 好了 随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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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十年 现在被逼才说你要 要读完六年 加多一年 实习 才可以出来 执业或者挂牌 那便爆了这件事出来 那你想想想以前的英国政府那个英国佬 他对那个品质的要求 香港已经荡然无存了 是啊 香港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最重要的量 最重要的国家威 至于你的品质 慢慢才谈 可以改的 好了 这个都不是 不是令我最 令我最沮丧 令我最沮丧就是 不止港大的 我在patreon都说了很长 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记者放射 星岛 去这个微信中介 十万美金 即是八十万港元 不用了 成绩差到 保你去读英国 美国 不是澳门 是澳洲的名校 你只需要给十万美金 最少 那就可以帮你做些学历 你想想 现在港大校长张祥 知道吗 他都知道 好了 你猜一下厨房里面 是否只有一只蟑螂 当然不会 你想想中大有没有 你想想理工有没有 浸大 其他那些岭南的有没有 全部都有 是这么简单 你看看张祥自己已经知道 什么都不用问 我照用 可以了 然后我那个委员会 重组了 全部都是我的人 很沮丧 我肯定我没有校 理工是有的 所以我在Patreon里面也说过 我说 香港所有学府 其实难到入心 跟国内一样 有钱就可以了 有钱 什么学历都可以 里面 参之不齐 最重要就是做到的学历 你可以读到一个遥渠 碎 碎士课程 甚至进去 那接着怎么办 接着你就是港大毕业 还可以用英国佬当年的余威 去考海外的大学 好了 但是随着这些东西慢慢曝光 加上我们现在的 港大校长张祥这个筷头 在海外还有多少人信你的学历 对吧 有多少人信 你告诉我 我就不信了 真是现在 你对真的勤力读书的人很不值 但无奈现在整个香港已经赤化 所以这个是令到我最痛心 一间全球排好头的港大 或者是理工 根本现在变成三楼学府都不如 根本你多迟几年就不入楼 这些大学 所以我老早说 你有小朋友的 你趁早叫他们可以 去外国读书的 真的 最少大学你去外国读 你读完这些没用 香港 你找不到工作 去外国 别人都未必承认你 是吧 这个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的联署 为什么要带50个世界各地反贪人员 去长沙考察 不是长沙还 是长沙考察三天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很多美洲和欧洲反贪部门 你为什么要去中国呢 中国捉那些贪污部门 百九几万人 习主席上台 为什么要去长沙呢 你知道共产党的玩法就是 来到我中国里面 你看看建筑多宏伟 多先进 其实他就是在做这件事 他现在在推锁 你看看现在我的国家多厉害 他会吓到你 这个就是老共要做的事 为什么搞这么多地铁呢 国家都没钱了 还搞这么多地铁 为什么美国人不搞呢 美国人搞过一个机场 他不会搞这么多铁路 因为一定是亏本的 在美国来说 一定是亏本的 搞铁路 但是美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机场 美国没有这些高铁等等 有不过很短的里面 你看伦敦 你看保守党一搞 现在已经是烂尾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是说 他是要做这些东西 令到你 你看看中国多先进 很厉害 很厉害 让别人害怕 让别人觉得中共真的很厉害 实际上捏下去是无限的 这些就是中共向来的玩法 你看这个码头多厉害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货 这个就是中共的玩法 这个大家都明白 梵帝纲 我们都说过几次了 中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他是无神论的 你想想一下 现在整个梵帝纲是废了武功的 居然梵帝纲会同上海天主教主 就是梵帝纲希望在中国设立常设的办事处 梵帝纲刚刚召开了首届中国主教会议百年纪念研讨会 三位中国天主教外国会和主教团成员会面 中国是共产党是无神论的 他不会让上面有个神的 毛泽东就是神 现在我们习主席就是神 即是说 你摆不摆你梵帝纲的旗 我不知道 但是怎么样 但是我要摆我中共的旗 我要摆一本习诗照 你本圣经也是行第二 我们之前说过 你想想西方社会现在腐败得这么厉害 你看西方社会很夸张很令人痛心 他们知道的 他们怎会不知道 在国内你可以试试在街里唱福音 布施 这个毛娟 不拘捕你我什么都可以 真的不拘捕你我什么都可以 你这个教会里面 你不摆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里面不摆个习思想 我想连你的教会他都会被掩盖你 所以没有的 很多批评梵帝纲 现在西方社会 就是贪腐得很严重 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 你想想管浩明也是天主教 那你不混蛋 管浩明也是天主教的 现在还要做立法会议员 这些大家就定着来看 都是讲这些东西 共产党就是独裁 普京啊 金山盘啊 这些我们都讲过了 刚刚国务院就升了这个 阿华大姐做外交部的副部长 这些大家不需要这么激气 为什么呢 讲改朝换代 你一定做乞业 就是这么简单 改朝换代 很简单 你看到马云就是 马云 马化腾 恒大 一改朝换代 你就做乞业 是不是 好了 那什么时候中国会改朝换代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 现在 2026 2027 应该中国就会改朝换代 是的 那会不会变成彭丽媛 不知道 总而言之会有很大的政局改变 很大很大的政局改变 很大的政局改变 很大的政局改变 那时候呢 这班人全部能收工 告诉大家 是的 全部收工 不需要那么激气 有些事 香港 会乱 但是 不会打仗 香港会乱 会乱 为什么 上面乱 香港也有机会改朝换代 全部换了 不奇怪 我告诉你 改朝换代 没有说好 不是改朝换代 一定好 不一定 譬如 英国 是不是转了工党会好 未必 我不觉得是 我不觉得会好去哪里 只不过 为什么人民会 现在选这个工党呢 因为你保守党太差 不如换人做做 不一定代表工党是好的 所以改朝换代 也不一定是好 你说 美国 现在有个中国委员会 美国中国委员会 我们说过 之前任何其他国家 如果你感觉 经济上 军事上 给中国霸凌的话 你可以找他 他提供一些 awise 给你 今次 今个月底 就宣布 这个47人案 好了 很快就会 宣布黎智英 会不会 跟这个 美国经贸办 你问我 我觉得拜登老爷 不会 我觉得他不会 除非他的选情 很差很差 不然他未必做这件事 即使做 还是留给特朗普做 我觉得不会 如果做的 就会留给特朗普做 除非拜登的选情很差 这个我不敢说 刚才说完马云 大家看到 迎光幕 你可以看到 上个星期四 你看看 在中国的百度 你把时间设计在98至2005年 已经找不到马云 马化腾 雷军 任正非的所有资料 找不到 只有一条 为什么 中共不想你知道他们过往 因为他们过往很厉害 那时候马云多厉害 就没有98年那么多 差不多 当时 你找到98至2005年 全部都是当时江派的资料 如何崛起 马云 马化腾 腾讯 雷军 任正非 我记得任正非 华为应该是在 在这个 叫什么 就是国内 华强 华强商业城那里崛起 他当时不知卖一些 一些电子设备 是啊 我记得我见过 九几年代的时候 九几年尾的时候 当时的华为是这样崛起的 那时候 当然不想让你找到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是团派 那时候是团派 现在就变成 根本上不想你找到马云 是吧 等于香港 为什么没了以前 港英年代 因为港英年代 香港很繁荣 很发达 个个都行 个个都赚钱 李嘉诚也是那个年代崛起的 他怎么会让你找到 当时的国家那么繁荣 那么繁荣 那么厉害 就显得我现在抄 所以香港又找不到 总而言之 在互联网 香港可以接触到的 他就没了去 国内更加 直接消失了 因为他在微信 微博的伺服器里面 直接删除了 没有了 除了我们这帮老人之外 现在你过多十年 那些人都未必知道马云是谁 那我们说回几个国际消息 那就结束了 普京那些你不需要理他 原意说和谈 这样 这样就多余 究竟中国可以帮普京顶多久 这个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欧盟和美国印钱 怎么会输 他们印的 他不会输给你的 那你想想中国还要帮普京顶多久 死顶难顶的顶多久 是吧 你顶多两年 你整个国家的钱都被人顶了 是吧 普京是没问题的 他找了你的钱去顶 是吧 现在G7 就是耶伦为首 耶伦为首 就是最左边的阿婆婆 为首就说 会使用冻结了俄罗斯的三千亿美金 那俄罗斯会报复 那俄罗斯会报复 现在俄罗斯什么都会做 除了你也有美 是吧 那一定会用的 三千亿美金 对吧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中国一动手对付台湾 除非生死存亡 就是说影响到他的政权 否则他也不敢动手 但是是不是2026、2027 就是他的生死存亡 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接着普京就会去找金三叛 通常都是卖武器 金三叛当然卖武器 因为没有钱 但我记得以前说过 你那些武器不要灌水 先试一下 否则打不出炮弹 我记得我们报道过 我不记得日期是多少 可能很快 北约六个国家 哪六个呢 立陶苑提出的 跟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芬兰 挪威 和波兰 六个国家 大家网上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六个国家接让住 乌克兰 和白俄罗斯 会组成一个叫做无人机场 简单说句 有什么风吹草动 有人打过来 有什么飞机过来 就立刻知道 不是不好 但第一个就是 钱问题 因为这六个国家都不是有钱 立陶苑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芬兰 挪威波兰 其实这六个国家 都没有钱 都没有钱得去哪里 第一个 第二个 真的打到来的时候 你们受不了吗 你也受不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 未必会比乌克兰 可能会比较职 但是这样做也好 短期内只能够这样做 多的他们都做不到 你想想整个欧盟 真是一盘散沙 不是开玩笑 现在他们这个不是欧盟 是北弱 是北弱 最后大家应该前几天听到 国际法庭叫以色列 即时停止进攻拉法 耐塔尼亚湖 不会理你 内塔尼亚湖 不会理你 内塔尼亚湖 你都国际法庭 想着 将我列为国际罪犯 和哈马斯 剩下三个讨论一样 那我还理你做什么 傻的吗 我告诉你 如果川普上 他真的会脱离联合国 你的联合国 你的国际法院 你没有了美国的钱 没有了美国最大笔钱的钱 你没有了美国的资助 你就找中国 我看你搞不搞得 特朗普真的会 不是开玩笑 他当时 他任期里面 不知道第二第三年 我都报道过 他都说 美国最好脱离世卫 最好脱离联合国 这些当事是废话 整当事是废话 现在他停止进攻拉法 让哈马斯剩下的那些 当现在停了的时候 他五年之后 又有另外一对哈马斯出来 你想想一件事 你现在把内塔尼亚湖 变成国际罪犯 我还怕你吗 你现在看到袁巴不怕你 你已经通缉他了 德国人他现在不怕你 你都通缉我了 你还有什么可以做 白点说句 他都钱家人那些 已经知道了 全部走了这么久 譬如罗冠聪等 你去到最后一步 通缉我了 譬如周庭那些 他怕你什么 你不通缉他 他可能还怕你 你通缉我怕你什么 那就是这样 我想很快搞定 应该 可能过多一两个月 这场战事打完都不出奇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现在就是下午的接近两点钟 恒指就升125点 现在就收18734点 成交也是弱 去到两点了 成交只有840亿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志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要订阅就订阅6月份 因为5月份还有一集就结束了 投资美股提早退休都一样 大家如果要订阅就订阅6月份 因为5月份还有一到两集都结束了 我们两类节目的收费 大家看看凌光幕 我就不重复了 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不变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也可以 好了 今天是星期一 祝大家星期一愉快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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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